大家好 我是雲霸 常常有網友問我說 電視盒到底要買哪一家呢 那我個人誠心推薦OVO電視盒 它既簡單又好用 那今天我就聽說他們 要推出一個神秘的新產品 到底是什麼呢 為大家一探究竟 走 哈囉大家好 我是雲霸 今天來到OVO的辦公室 那為各位採訪到Serena 她是OVO的創辦人兼營運長 好 歡迎Serena 嗨 大家好 我是Serena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 我們最新的一個產品 就是這一個四季線上電視盒 那主要呢是針對像我們這樣的女性 或者是婆婆媽媽 或是長輩 那對3C產品比較不熟悉 那以往啊 我們對這種產品 都不列入在我們的購買清單之中 因為感覺太難使用啦 見面很複雜 另外呢 像我本身很喜歡追劇 我很喜歡看現在什麼妍希啊 或是如意 但是其實在第四台上面 並沒有這樣的節目 不然就很晚 我可能在網路上看兩輪 第四台上面才會有 所以我為了服務這些姐姐妹妹 婆婆媽媽 然後長輩 可以讓大家在網路上 很輕鬆的就看到這些線上的影視 所以我們特別把女性的需求 有列入在我們核心的產品設計之中 其實我自己家裡啊 就一直都有在用Ovo電視盒 像我媽啦 我兒子啊 我老婆啦 都一直有在用Ovo電視盒 那Ovo電視盒其實它最主要的訴求 就是非常的簡單非常方便 那怎麼說呢 來我為各位實際操作看看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Ovo電視盒啊 它的電視盒一打開它的畫面就是長這樣 就會很像傳統的第四台的感覺 它一打開就會看得到這個 這個叫什麼 四季線上影音 對 它就會打開就會有這個傳統第四台可以看 而且它結合傳統電視的概念 像這樣子打開來之後 它可以直接變成全螢幕 然後呢 它這邊可以直接去做頻道的切換 而且它頻道的前面都會有加數字 比如說我現在按55 它就會直接切到 像55就是TPBS 它就會直接切到TPBS 它整個切換的感覺就會很像 傳統的電視 像我媽啊 它就會拿到這個電視盒之後 它就會覺得 跟傳統的電視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操作感受 它不用什麼學習 很簡單 很方便 是的 雲鮑剛介紹呢 就是我們以往Ovo電視盒的功能 就界面十分的簡單 不管是3歲到93歲都會使用 那我們現在針對這款最新的4G線上電視盒 我們有一個全新的功能 也就是開機直接看電視 只要打開遙控器 打開我們的電視盒 你就可以看到全螢幕的電視畫面 上下就可以直接的選台 那我現在來做一個示範 我先做關機的動作 那剛剛我看到啊就是我家裡 其實我現在用的是這一台Z1 那這一台電視盒跟你們新出的這一款電視盒 我看外型上就有很大的不一樣 那上面的logo也長不一樣 那沈雲娜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一款電視盒它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其實對婆婆媽媽來講啊 要下載一個APP再安裝其實是會有些難度的 但是大家都會使用LINE 所以我們之後會有一個over the LINE的一個專頁 所以直接可以再透過LINE 然後點入我們的APP 就可以看到我們APP的畫面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那個APP的畫面 畫面就這樣子 點進來呢你就可以看到一個全部的一個頻道的列表 那接下來我要搜尋的話 通常呢遙控器你要搜尋 你要key字其實是非常的麻煩 但大家都會用語音搜尋 每個人都會說話 那我來示範一次 我就按到這邊 有一個麥克風點進去 然後接下來我說明示新聞台 即使你的翻譯不標準也是可以的 然後我再按一個投影的功能 出來之後有影片 然後我再按一個投影的功能 直接您看到電視上就有明示新聞台在播放了 這非常方便 因為我之前就覺得overall電視盒 就是什麼都好用 介面簡單 可是它就唯獨缺少了那個語音輸入 語音輸入 變成我每次都要外接一個藍牙鍵盤來打字 現在就有這個語音輸入就方便了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LINE的這個APP 它一台電視盒最多支援幾支手機呢 一台支援兩個裝置 你可以是兩支手機 或是一個電視盒跟手機 那我再補充一個功能 也是跟大家分享的 剛剛它可以支援兩個裝置 這兩個裝置是可以看不同台的 比如說家人想看民視新聞 可是我本身想要看一個財經的新聞 我就可以點一個東升財經台 現在是播東升財經台 那我手機本身假設我要看其他的電視台呢 我就可以選擇一個其他電視台來觀看 所以我就可以在手機看不同台 所以可以支援同時支援兩個裝置看不同台 可以讓你有畫屏的需求 而且可以各自享受影音不會受到干擾 這是另外一個獨家的功能 那我想問一下 這是四季線上影音的這一個盒子 那舊款的這一個盒子它會支援這個功能嗎 當然這個活動期間 我們會優先給四季線上電視盒 那其實你只要是Ovo的朋友都知道 新的功能其實會不斷地被更新的 所以可能幾個月後 我們所有的電視盒都會支援這樣的功能 也敬請大家期待 我就是等待軟體升級之後 舊的電視盒其實也會有這個新的功能 哇 太棒了 我要趕快等待一下 那我覺得Ovo的電視盒最好用的地方 就是在這支遙控器 這支遙控器真的是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比如說開關機或者是開關電視 大小聲 選台 全部都可以在這支遙控器上面做 那我們請Selina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支遙控器 你看到這支遙控器在我們的右上方 有一個紅色的鈕 它就是電視盒開關機的一個鈕 在左上方這顆灰色的鈕呢 其實就是可以控制你家的電視 所以你不需要你的桌上擺滿了所有的遙控器 只要這一支 你就可以把你家電視機的遙控器把它先收起來 這樣子 它可以是學習家裡的電視盒 對 它可以跟你原本家裡的電視盒控器 做配對跟學習 它可以學習它一些主要的功能 那另外常用就是這個圓盤 可以看到它圓盤有上跟下 其實就頻道的上下的選擇 那其實這也是爸爸媽媽 或是小朋友最常使用的功能 就是去看各個頻道有什麼樣的內容 對 那接下來呢看到一個藍色最大的 這也就是真的是長輩很愛的一個 HOME鍵 對 HOME鍵 所謂的救命仙丹牛 因為當他們到 他們長輩就很怕不小心按錯了什麼APP 然後不知道該怎麼回來 就告訴他不用怕不用怕 只要按這個HOME鍵藍色鈕 就馬上回到首頁 就回到這個大首頁 對 就回到這樣的首頁 他們就不怕迷路了 好 那我想問一下Serena 為什麼你們這一次要 特地做了這台四季線上影音電視盒 然後跟之前的這一款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其實也是想要跟四季一起 將這樣的一個影視服務可以推廣到普羅的大眾 讓女性啊或長輩姐姐妹妹 婆婆媽媽可以共同很輕鬆的享受 網路線上的影音 然後透過這樣的一個盒子 可以讓大家來使用來體驗 所以我們此次呢有一個特別的方案 也就是我們現在已經上線了 在9月5號10點已經上線一個 四季線上電視盒等一個募資的方案 那其實這個電視盒呢 之後上市價會是2,990 那在預購方案特別優惠只要1,999 那是主要是要回饋所有的贊助者 用一個比較平的價格 然後就可以享受一起來體驗 那同時邀請所有支持這樣方案的朋友呢 可以共襄盛舉 並且給予我們一些意見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增加更多女性很友善 或是她們喜歡的一個功能 那也請大家贊助我們 那同時給我們一些意見來回饋 我們在之後產品會把這些意見把它整理 然後很快地反映在產品的改善上面 這也是此次活動的一個目的 那此外針對這次活動 除了原本四季線上的節目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超值雙想餐的活動 有些朋友喜歡追劇 像我本身還蠻喜歡追劇 我會訂閱愛奇藝 所以這次針對四季愛奇藝 我們有一個每年只要2980的活動 平均下來每個月只要不到250塊 就可以享受頻道跟追劇的樂趣 這也推薦給各位朋友 影片的最後我們會把所有的方案 跟四季線上已經可以看到什麼頻道 我們都會把它列在最後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